台灣腸真的有獨特的香氣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當然要尋找台灣腸達人 而且這裡還是台灣唯一 一間台灣腸博物館 你好… 董事長, 你好, Robin, 你好 你好… 歡迎 我們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地方 香腸是這麼重要的地位呢 我們台灣因為食材很容易 取得新鮮的食材 所以我們的腊腸 自然而然我們變成烤肉腸 我們可以把腊腸做得很新鮮 很juicy 所以我們台灣人呢 就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或者是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都會拿來做烤腸 早期的話也是因為 人工管理不容易嘛 當時候我父親就想到說 怎麼樣讓我們的製品標準化 所以他就購置了德國的設備 把肥瘦筆給訂下來 引進設備的同時 也讓我們人員作業的習慣 也跟著標準化 我看到工人是用人手來設計豬肉的 為什麼不直接用機器呢 我們要確保每一塊肉的品質 都有經過篩選才做生產的動作 所以需要用人工 如果用機器可能就會漏掉 我們是堅持七分瘦三分肥的比例 這樣出來的產品的口感和彈性是最好的 因為瘦筆有纖維 經過攪拌之後就切斷 還是保持它的口感 如果是油的話 一定要用切的 它在成品的時候吃起來才會脆 切出來的筋膜是否丟掉 因為這些筋膜如果加到產品裡面 它會影響口感 我們需要的口感是比較有彈性紮實的 去除這些筋膜之後 口感就會比較好 我看到用罐腸 你用的是豬的小腸 其實你為什麼不用羊 為什麼不用一些人工的 我們使用豬的小糖 是因為它的小糖比較薄 口感比較好 另外我們自己也有膠原蛋白腸衣 也有羊腸衣的產品 我們是用自動的 德國的充電器去做充電 對,每個小時可以關大約兩噸的香腸 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兩噸 兩噸大概有多少條 兩噸大概有多少條 大概有一、兩萬條 多到它要想多久才知道 那完成了這個步驟以後 是要做甚麼 要進行乾燥 乾燥就是讓它呈現好看的紅色 然後這樣可以促進食慾 我們用燈光去辨別它 是否乾燥完成 它的紅色是否完整呈現出來 因為我們是不加添加色素 我們是天然讓它做自然的發射 除了你剛才看到的香腸之外 有其他產品嗎 是嗎 我們博物館一樓有很多 各式各樣產品 那我帶兩位過去看 對… 最想是這樣的 有食物就對了, 走吧 謝謝 有很多食物 我忍不住吃 子玲 你好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就是香腸饗宴 這是原味 外面那層是蒜味 中間比較紅的是辣味 我們先吃鹽味 它裡面很濕潤 吃到是比較瘦的 肥的就點綴了味道 而且我覺得很香 肉味在口中滲出來 我覺得肥的根本不夠 只能讓肉鬆軟一點 還有有一點豬脂 肉汁 我們會推酸味 是因為有些人懶得去剝蒜頭 直接幫它做好味道 我喜歡吃辣的 吃辣味 辣的當然是吃辣的 我用來用來用來用 很滑 其實蒜味很香 如果喜歡蒜頭的人 一定喜歡吃這個蒜 就像直接蘸了一瓶蒜蓉一樣 吃完就吃口膠 你的樣子好像不太辣 對, 它不太辣 覺得它辣是剛剛好 我也是你吃得辣 它剛剛好 適合你平時的原味的腸 你自己灑點辣椒粉 那種味道 不會太辣 剛剛好, 有一種香味 適合我, 喜歡吃辣 還有, 來試試看 我們最新上的豆腐相片 這是白色的 裡面這個一塊一塊就是豆腐 白色的就是豆腐嗎 對 它是有來源典故的 就是因為其實以前在過年 他們都會自己做豆腐 那豆腐符跟祝福的符是有諧音的 所以就是你做豆腐代表祈福 然後也會做豆腐送給別人 就是送符跟祝你幸福 吃豆腐的 我覺得豆腐味很濃 對, 很出色 對, 因為豆腐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豆腐這麼出 會不會肉少了 其實有不到 口感有足 香腸做燒賣 芷琳, 香腸奶做的 對, 上面就是香腸片 在台灣過年有一個紅韻當頭的意思 紅韻當頭 對, 你真的 你看到最頂端的位置是紅色的 所以是面子一塊 所以打直吃可能比較好 對, 打滑, 整個把嘴巴吃到燒賣 和腸真的分開了 讓我嘗嘗這個 台灣掛包 掛包在台灣也叫虎咬豬 因為它的外皮像老虎的嘴巴 裡面就是包豬肉 所以叫虎咬豬 我最喜歡肉鬆 再加上這些像鹹菜、酸菜的 對, 鹹酸菜 混合一起, 加上腸的味道 很奇妙 絕對是一個台灣食品 我們有沒有機會弄自己的香腸 當然有, 我們讓你們可以 我們自己做香腸第二彎 阿譚, 我來做個香腸的美食給你 好 靠靠你 我要做一個鷹風格的 那我做一個開心風格的 讓你吃 好 謝謝 先聽一下 聽到你這麼說, 挺開心的 我喜歡吃蒜味 那我一定先放些酸菜 先放進去 你要有些花心碎才有這裡的風格 反而我想做一些公仔的, 可愛的 讓我先做一隻眼睛給它 其實裡面已經有兩種不同的香腸 但我最後再放一個 還熱辣辣的蒜味 很貪心 對, 我這樣擔心 我的滋愛, 辣味 可以了嗎 可以了 你看, 我那個很簡單 我這個有個樣子 不, 阿譚, 這麼巧 好, 乾杯 但我是否貪心了一點 我整個… 你太貪心了 對 我的舌頭很低, 剛剛好 對, 我那個是癡忍腸 好, 好, 乾杯 那我不是碰到你的嘴巴嗎 這樣嗎? 乾杯 帶得來試